整個活動從今天晚上開始報名 那報名截止 那根據我以前的經驗 通常台南市鳳凰城文子協會 在辦活動都會秒殺 那這次我們到 那請大家 如果不清楚的可以上我們的本事業 你就要打台南市鳳凰城文子協會 然後去往上 可以把我們這個 我們的題目就叫做2016年 孔廟文化園區的走讀活動 那全部的範圍就會在 我們的孔廟為基準 大概兩三百公尺之內 那其中要給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中西區的區展 特別提供了一頓神秘的禮物 那我們採訪寡人 台南市孔廟文化基因會 也提供了一支 就是你買也買不到的 就是我們的 口廟文化節的文創商品 那都在我們這次的導覽活動當中 而且會把最精美的導覽手冊 已經編好了 也參加了聯手一本 那今天的講座 是 我們這一次的講座呢 成本我們那個文化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指導 以及我們台南市利圖書 所主管 以及我們台南市 控制文化學院所主辦的這個活動 那今天已經進入到 第三個講座 不過如果就總序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辦了三百 第363場 那今天 我們的講座的題目叫做 跨越四個世紀的台南口廟在當代城市的意義與角色 題目很長 但是要跟大家報告 放眼 當下 可以講這個題目 大概 只有三位可以講 那第一名當然就是 傅曹清老師 那第二名 傅曹清老師 第三名呢 也是傅曹清老師 我們今天的主講者其實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們目前成功大學的 客座教授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的主講者 跟歐哥是同月同日生 不過歐哥虛斬他幾歲 但是在民國七十年左右 我們的主講者就出了一本書叫做 安平建築 各位喜歡嗎 隔滾的老國人 近年 以民國七十年代 就成為今天的主講者的粉絲 粉絲 而且是鐵粉 一家那裡主講者 陸陸續續 他其實有到英國 應該是愛丁堡 愛丁堡去留學 然後回來之後 又回到我們成大 開始從事建築的一個教授 那大家比較知道的是 他對建築 真的是成為派斗 也算國寶級的 不過大家比較不知道的是 我們的主講者 其實他回到國內之後 因為在台灣的台南的安平 發生了一件叫做 聯平街事件 各位知道 後來被拆了 那我們的主講者 其實在那個時候 特別成立一個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那我們的主講者 就是擔任這個協會的所任的理事長 而且他也曾經擔任我們台南市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我要告訴我意思 這都不是重點 其實我們的主講者 他在去年之前 各位如果跟我一樣有在關心的話 我們的主講者 曾經在某一個寺廟裡面 這個寺廟叫做 這個過世 連續講了好多的講座 幾乎我都沒有缺行 會缺行大概是我有事情 沒有事情 那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還沒有看到父老在 OKOK 老師說等久了 所以等久了 不只跟父老打敗 我把那些導覽的所有工作打敗 那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主講者 他也是台南市文化委員 當時最年輕的文化委員 那現在我要講的意思是 他現在是我們 是我們 台南市 注意聽 跟著 財團法人 台南市 孔廟文化基金會的董事 那 根據我的了解 我們主講者在這個基金會當中 可以說八個字可以形容 調和評論 一言九點 我們主講者說的事情 我想包括賴神 也不得不聽從我們主講者的建議 所以多年來 老師算是 著作等身 出了很多的書 包括我剛講的安平建築 什麼西洋的 還有我們台灣本土的建築 那其中 最近的一本 就是我們台南市 古蹟跟歷史建築的那個 應該叫做總籃 總籃 很古籃 很古籃 好 老師也可以幫 麥哥文來給你 還是我們 你應該就非常好 好 沒關係 我們 有一次的演講 大家看到說 我哥 聽說杜部長要來 我實在很緊張 因為聽說杜部長 百萬一九十九十四 都是我們的前教育部長 杜政策部長 不好意思 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鼓勵大家這個部長 這個部長 這個部長是那個 那個部長 這個部長是我們 台南口廟樂局 宇城書院 現任的樂局 或是樂部的部長 也是銅管 我們技巧的時候 那個樂器 包括各位所知道的聲 二胡 還有其他的琵琶之類的樂器 都由他銅管 那他也是我們 以成書院 算是在音樂上面 唯一的碩士 最近我們這個部長 他帶領我們台南市的 各國中小的 參加全國的音樂比賽 各位都知道 不是冠軍 就是優等 現在他為了我們下一次的 四月份的 第四個禮拜的禮拜四 就是四月十八 已經做好準備了 各位都知道 今天雖然是外面下的請朋大爺 讓大家看待 來參加 來參加 來 休息請大家 給大家拍一拍兩拍 好 所以有一點點的給他擦我一下下 夫老 我看是教你怎麼做 你先唱一聲夠 你先看 空廟就沒有看 你是那個 夫老 你真的要這樣嗎 好啦 夫老最近常常出國嘛 夫老 好 好 那不然說唱歌 其實唱歌不是壞事 我在跟大家特別的推薦是 五月份的 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四 我們真的邀請到一個非常棒的講師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唱歌唱得好 唱得鬆快 還跟我們台灣的剪輯出來了 這個就是很善的 我才會在座我們的故事 我前陣人這三年 請拿一拿手 我跟你們來 好 你為什麼要看他減載人 因為以前都有照電視 有在教學 還有做表演 照電視 還有在表演 好 夫老 為了 夫老叫我唱歌 我就唱一首 減載人 自己編 自己唱 自己唱的歌 聽到嗎 我知道什麼歌 吹一炸 漂亮 這樣去 吹不在那裡唱歌 夫老 你在唱歌 其實他名字叫做 是吹一炸 叫做 家外條 我們說的 家外 這是你說浪漏 過去我們 夫神 還是我們台灣 我們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照這道歌 在那孫 真的要唱啊 我是叫你講的 我跟他唱 我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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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各位小小小姐 來 吹一炸 吹一炸 吹啥 吹啥 吹是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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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進來的聽眾朋友是說 今天是不是要說孔廟嗎 先讓他聽到唱歌 唱歌 他幹嘛 可能要唱歌 唱歌 那個推廣主的主人 我現在在留你們兩個人 你知道嗎 好 這樣 話不多說 我就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們要去孔廟 其實不是只在找孔廟 我們大概這次兩天前幾個 五月二十九號整個導覽活動 要當孔廟的明倫堂集合 我們的金主包括中市區的區長 還有我們的財團寡人 台南市孔廟文化基金委執行長 也在林博幫忙他們的生命的獎品 要給大家報答 就是我們前一天就是要帶各位去看海東書院的遺址 請先來看我們的判公十八 還有台灣橫雞 還有一個人就是千雕四代 找到晉書的許男嬰 到底許男嬰的師俗 晉智庭在什麼地方 我們在五月二十九 同樣要給大家揭開神秘的面紗 我們在走過馬公廟的後妻 還要來去遊行會 再去林博健 還要去台灣獻學五妙一致 說到這 各位不知道看著今天報照嗎 剛才看到 今天報照在報我們 歸開現在200檔 過世200檔的林曹英 林曹英的展覽在什麼地方 蛤 台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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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今天報照報公 我們的林曹英 捐款 修善 現學 我們剛才有說過 台灣館的文廟 他既然聲稱 掛夫說是台南口廟 抱歉喔 台南口廟不是現學的文廟喔 我們的口廟是虎學 有人知道現學的口廟你得到嗎 現學的文廟 現在 福泉龍 台下有一個英寬店的 英寬店的 菜長 的 架對於 以前叫做 萬修宮 那個所在的鑑別 在萬修宮的鑑別 在萬修宮的 萬修宮的 現在地方法院的 院長的宿舍 台下你的塞 塞邊 現在高峰 粒粒水果 店的 李文廠老闆你到 好 要帶大家來 剛才看到這個 好了 這樣就好了 來 我們再一次 由虎學人 尚力前的槍聲 歡迎給我們 重量級的主講者 還是我們的 布朗 爸爸先給我們歡迎一下 布朗 謝謝 謝謝 本來想說 讓歐公公唱 唱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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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就開始 遲到 要乖到 要乖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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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讓你這個機會 在 其實已經 第二次來 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 有些也許 有些人有 聽過一小部分 不過我想也沒有關係 就是 大家年紀都比較大 我 我在生日 我還在老年大學 在上課 樂齡大學 每次去都說 你們 有人 聽到我的歌 他們都說 有 他們說 你們聽到我的歌 是在說什麼 我還記得 其實到了一定人紀 有些就會 忘記 沒有關係 我們就 聽過的就溫習 沒有聽過的就議習 今天要講的其實很嚴肅 又不太嚴肅 就是講孔廟 因為孔廟 對我來講 淵言很深 因為我從小 住在那路徑 流動 然後又 這個 也不知道為什麼 去當孔廟的 委員 有莫名其妙 從1990 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被請去當孔廟 應該也是那時候 最年輕的委員 我只替孔廟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就是孔廟要收會這件事情 是我堅持 孔廟一定要收請 才能進去 那時候有一些老委員 都滿對的說 孔廟為什麼要收請 但是 怕孔廟的收錢 很奇怪 其實 這個就是台灣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去去戶口廟 跟人們一起過 去戶口廟 去戶口廟 去戶口廟的孔廟 要收換錢 你看 八十塊錢人民幣 我們現在孔廟收多少錢 二十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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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二十五百 二十五百 其他館一都不用錢 阿妹妹空主 空主可以收到五百塊 我們收不 我覺得這是台灣一定的 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把文化資產當作慈善事業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 這個 所有的文化資產 所有的固域都要收錢 像新北市現在的固域都不用錢 因為主力就必須要做政經典 所以 黨朝鄰家花園 所有的都不用錢 但是不用錢 他也是要開始去維護 所以他就會 從別的地方 預算 會把它破過來 我剛剛這都不對的台詞 這個也等一下會稍微提到一下 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空廟的創建 我們如果認定 我們過去寫的歷史是對的 那就明有明年間一開始就有了 到現在已經四個世紀了 那我們孔廟 該怎麼辦 是維持這樣的 孔廟如果我來經營 我去判斷 真的 我心裡講 空廟如果夠好 不如今空廟賺多少錢 但是 很多人都覺得 文化市場不能賺錢 這其實已經是落伍 文化市場賺錢 是要讓這個文化市場變得更好 讓他有辦法去更新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想今天大概會 從這些角度來看 我們是不是要堅持 這個幾百年前的孔廟這樣子更換 空廟 到底是要做什麼事情 紀念孔子 還是要祭世孔子 還是我們認定他是一個儒教的聖地 要弘揚儒學 還是 空廟是一個文化儀場 到底我們的空廟是要做什麼事情 這兩人都叫孔主 他也可以變成古神也可以變成天道也可以變成這個國王以往的國王 但是他在這裡是空廟 這兩人都看過這片馬上下片 可是人家是影帝耶 影帝演的電影 你為什麼不去看 為什麼 如果他演警察 你可能會去看 他演一黑一大 他演孔子 就不會去看 價碼很高 人家請中文化拍電影 價碼很高 可是他演的電影 在台灣 沒有人要看 這個台詞就是說 空廟看各位 距離非常的遼遠 有人可以告訴我孔子哪一年出生 古武央先前武央 那年代剛好像是一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就帶過 很久以前 孔子出生 孔子哪一年死掉 四七九 有些人對得出來 但是 我要強調的是 那個年代 我們可以用一句概括 人跟一久以前 最重要的是 孔子跟你現在有什麼關係 大家現在的空度相同 你會覺得孔子跟你有關係嗎 這老師也會討論 因為看到孔子誕成 這老師可以讓你去好好 現在我們會討論 以前我們當老師 整個教師節 悠然老師會得一個孔子的小雕像 要不要十八同仁 每天都問孔子 很清楚 都要看一下 你想想看 今年你是悠然教師給你的孔子 明年也是悠然教師再給你的孔子 後年是悠然教師再給你的孔子 你 那奧斯卡 就很有意義了 對不對 那個獎還可以賣錢 你一個孔子在那裡孔酒 各位 每天都被淡掉 是不是 但是也是沒有很意義的一個狀況 所以孔子廟在台灣 或是在台南 它到底有什麼意義跟價值 我們還要去抑護到遙遠的原型 這是區戶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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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區戶友會被那每一個朝代 作法制體 都不一樣 區戶孔廟統一了 都比什麼時候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全部毀掉 所以全部是講 要一聲空子 比你這樣 這個也有一個空子 這個也都是我來做的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孔廟沒有空子 空子沒有人知道他 誰這相看 他是空 雖然我們有一股畫像 講說孔子是這樣 但是沒有 所以 我們講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區戶孔廟 那我們在台南的孔廟 到底要抑護他多少 包括他的空間 包括他的行物 包括他的儀式 當然我這樣子講 有些人會不太認 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要轉型 我們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 我們還在用 五年 八年五年 五年 像當前的事情 在看公主 我覺得是不對 這個是我們真的要去徹底 改變我們的思維 的一個狀況 那 我也到過其他現實的孔廟去演講 我都強調這一點 孔廟非常有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 沒有辦法突破孔廟的價值 我們就會現在 我們把它當做一種古董 我們把它當做一個 比較舊的思維的一個 情況來想 這件事情 那些孔廟很少人研究 包括我自己也寫了一本 孔廟的書 文化市場保持前 我也辦過一個展覽 幻聖雄老師 在這一本 紅色他有很多 五層同盞裡面 有一本也都在研究孔廟 這件事情 孔廟值的研究 但是對我來講 我們要面對這個孔廟 那三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 孔廟 第一個 它到底是作為 孔廟跟弘洋無學的禪 第一 如果是這樣子 有兩件事情 要特別注意 一個是季孔 一個是教化 第二個是作為城市的文化市場 空別是國定古蹟 台灣的國定古蹟 它就有修復跟維護的問題 我們有盡到這個責任 我們盡到修復跟維護的責任 第三個是它作為城市的場所 它有經營管理行銷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就這三個分別來看 如果我們跟孔廟定古以後 孔廟是一個比起 孔廟是一個季式孔子 跟弘洋儒學的角度 我們不能再孔廟認識孔子 這點我覺得台南的孔廟做得不好 雖然我是當初 我們在孔廟裡面又出來 我們的孔廟裡面有對一個人 很詳細的控制是什麼 有沒有 台南孔廟有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你不認識孔子的人 記得孔廟出來 你還是不認識孔子 你知道松鼠而已 不知道孔子 所以我們的角色 我看有一些禮儒書 介紹孔廟是居然介紹 到孔廟可以餵松鼠 謊間的禮儒書 可以請碰觸 我一定還知道我會碰觸 對不對 來程達也可以 去台灣神學 還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餵松鼠 所以我們的焦點 怎麼會從 到孔廟去餵松鼠 到孔廟對面可以吃冰 因為 這個都 他都是在介紹孔廟的地方 講這個事情 這個已經脫離了 我覺得 如果我們把孔廟 當作這個事情 祭孔 歐哥每次都要出去走 請問各位有誰去祭孔講 除了歐哥不能拿手以外 今天拿手來看 不是去看過 我去祭孔子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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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的雅酒要慢慢 還不錯 還不錯 有些演講去問 有沒有去看過孔廟 那些年輕的場合 大家都沒有 都沒有祭過 看過祭孔 那你能去看孔幹嘛 看歐哥表演嗎 其實我們在祭孔的意義倒背是誰 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其實坦白講 長期以來台灣的祭孔 除了那些主祭官 婚獻官那些必要的人之外 絕大多數以前都是被搶過去 被派去的 比較少 這人主動去 主動去 其實不是要去看孔 只要是要說 我們幫不摸 這是最主要的用意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對祭祀孔子 這件事情 到底懂得多少 孔子是作為一個疑點 還是作為一個文化 我覺得我們要重新 是 木情為寂 我沒事把它當作一個文化 我認為 我們不是把它當作文化 不是把它當作文化 我兩個禮拜前剛去日本 當然兩個禮拜前去日本 就會看映花 後來我在衛書寫了幾句話 我日本 為什麼我欣賞日本的映花 是他們把賞映當作文化 它不是活動 我們基本上每年的春秋二季 孔廟的季典 當然很多人很參與很投入 但是我們已經快要把它變成 例行性的工作了 沒有累積能量 進到裡面去 文化要累積能量才能傳承 如果你沒有累積 絕對沒有 我們去看映花 其實有人講一個笑話 在日本看映花 坐在映花樹下 喝酒聊天的是日本人 一直拍照的是台灣人 坐在映花樹下 kiss的是華佛人 一直摘花的是大陸人 是日本人 今天那些英雄 在映花樹下 他們賞映是什麼 去佔地盤 鋪一個紙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開始聊天 遺失 然後看到那個映花 露下來 這個是他們的文化 所以他們的公司 含號到 映花季的時候 會放假 讓大家去賞映 但是 我們 坐在那邊去熟 但是 我們已經把 散映這件事情 當作是有文化的傳承 因為 有很多儀式會在這邊 而且是 大眾人可以參 文化 我們說文化就是 必須要大眾人參與 才會成為一個文化 如果只是少眾 那就是 行影如影這樣子 每人真的去參與祭光 我們不也來 以前還比較少 現在已經開放了 現在當優良教師 就很辛苦的去祭光 現在因為 以前都找委員 找校長 找議長 這些去祭光 現在都是找 那一年的優良教師去祭光 以前沒有女生 現在有女生 漫不已經扣到 但是還是很小 然後我們的儀式 是不是 一定要 忘記要求 你知道嗎 那兩片 刮詩一句 你可以聽到文 儀式不可以 我們現在是有功能 對啦 但是他那個字還是看不懂 你還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那兩國文 兩片 還是不知道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我們並沒有深化 我們並沒有傳承 我們還是比較少數人在祭光 而且我們沒有把它當作文化 這個是從祭光那一邊來看 另外一個如果我們從 孔廟是一個優玄的推廣優玄的運動 我們現在要講的 有問題 優玄的畫圍是很廣的 叫人家心生養性 我們有沒有 當然也許有人覺得不需要 如果這個不需要 孔廟做這個角色就有問題 如果需要 他的角色孔廟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台灣的孔廟 對這件事情做得最好 我們必須要承認 台北的孔廟 還有專門的展覽 告訴你孔老夫子是誰 台北的孔廟沒有 台北的孔廟沒有 你在孔廟出來 不在孔廟上 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問題的一個地方 台北的孔廟花了好多機會做這個事情 花了好多機會做這個事情 那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孔廟還要提升 他們做了很多可以活動的 然後這個是孔孔要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還有一個互動的螢幕 就是他有一個孔孔的這個影片 你走到附近你就被感染 就是等於是他拍攝到你 你就變成在裡面孔孔 所以你就參與到孔孔這件事情 你剛才要來公相遺史 這個影片嘛 就有點像你在大賣場 有時候你被攝影機拍到 你就出現在螢幕 你看那個非常巧妙 當然有一點好笑 但是就是你被這個攝影機拍到 在網上之類 你就會被騰孔孔的一部分 被騰孔孔 所以其實他從第一步驟 123456789一直到這邊 他把整個孔孔的儀式 做這個事情 做一個非常好的參考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孔孔 大家公廟只有兩天的集圍而已 對不對 你如果去春季或秋季 你可以兩天看到孔孔 其他時間 你根本跟孔孔絕遠 但是如果你去台北口廟 你可以看到整套孔的儀式 就是即便他沒有在現場在孔孔 你可以看到孔孔的儀式 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差異非常大 其實我這孔廟尾 我只孔過兩次孔 後來是我婉聚的 我說不聚 因為我常常講一個孔話跟孔孔的關係 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不是很好 你們剛有聽過那個孔話 對嘛 沒有 我怕英文中很短時間有人講過 就是我第一次孔孔 是我從英國回來 因為聘我當委員 然後就說 心理完來孔孔 我一直是孔孔 從生死當作主機關 他就說阿夫老師應該有一套長跑馬瓜 我沒有啊 他們就幫我量長跑馬瓜 我就很開心 可是夜間競技孔 我就有點 有一點 有一點心不安 因為我在煩惱說我常常去換衣服 市長換衣服 要有人載去孔廟 就是台北人都有人載去孔廟 我沒有手機把我載去孔廟 我沒有人載去孔廟 重點是我住在孔廟的附近 走路差不多三分鐘 所以那個營養 我就 我們家住在青年路的高樓 就是 就是 青年路的地 那有一棟高樓 接近民生裡的11樓 那天晚上三點 我就慘慘他 他在廚三花 他玩到我守衛室 那個 那個時候 我 我到那時候 那個守衛 沒有在睡 我跟他搖 那個空氣搖 老完 這句話 我一四人去到 我跟他說老完 因為我們那個守衛室 晚上都收拾 你要出去 你要請他幫忙 我跟他搖 他跟我說 不要 找我 我 用眼睛的 我又跟他 他跟他說 不要 找我 後來我知道 因為他從 閉路電視看到我 從11樓坐電探 從閉路看到我 他就說 啊死啦 這所謂的 這叫簡單 因為他這一個 前面就過 他就 睡一個 看得上 閉路 閉路 我 但 沒閉路 那一看 又跟他爺爺 我這樣 後來他就離職了 不是 是我的光亮 啊 不然這樣 因為那個大樓 在空間來 我就走什麼空間 這家人在這裡 曬完 快要進去 他說 咻 然後 然後回去 兩步 一步 再一步計程車 之後 因為我都在這裡 走 水洗 他們都走 我都會用 跳下去 所以 我覺得 這個給我的感觸很大 就是 季孔 真的一定要穿那套 一套 對不對 有些我覺得很需要 有些我也需要 也就是我們的季孔 是用的 我剛剛講 一些區負空出 四季那一套東西 我們現在還在用 但是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說 這些東西到底 需不需要 在我們堅持那個傳統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不懂 如果我們覺得那個東西 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要跟人家講得很清楚 可是我們沒有 我們其實沒有跟人家講季孔 比較體分 好幾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你要跟人家講 不然我相信來參加季孔的人 其實很年輕人 就是要去拔智慧寶而已 沒有其他的用意 有一個狀況 有一天跟他講說 拔智慧寶會 越拔越笨 他就這樣歸來 那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 我們沒有把這件事情 講得會很清楚 就是季孔 我覺得一輩子可以去參加一次季孔 但是 它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人說清楚 它到底是一個文化 還是是一個儀典 還是一個活動 我覺得我們面對二十一世紀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現在不是十九世紀 我們要弄清楚 其實那一套 我們這一套 這一套的東西 其實在大清會點裡面 很多很多 我們現在用清朝的那個東西 在遵循清朝在大陸那一套東西 這對不過 我們要去思考 不是說 季孔不重要 是中間有些東西 可以讓更親民 更接近老百姓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是 需要我們去認真 去去面對的事情 大家要去這裡 有人說 很認真去研究這些東西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有沒有認真 綜藝國小孩 生日大家都去那裡逼那 我相信沒有人 生日早已在逼什麼 對不對 綜藝國小孩 生日是真的很可憐 一大早就被集體抓去 然後每次紀孔都有人吐 就暈倒我吐 其實我們這個圖已經是縮小 其實每一個圖 在大清會點那個紀孔的四殿裡解釋 它都有一句話 然後解釋很清楚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要不然老叔怎麼逼你 就要對他怎麼逼 那老叔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有什麼 就會有一個人 咱咱咱咱怎麼逼 對不對 我覺得很簡單的例子 日本以前去神社的祭典 非常繁複 我不知道在裡面去幾點 但現在很簡單 拉一拉臉 拍手鞠躬 拍拍手鞠躬 非常容易 我們這樣 頂頭頂到不知道什麼 如果你真的有心 一個鞠躬 其實也是有心 你在這裡有腮胖 有整部的 但是完全不知道那個意義 我現在講的是 很多人去待一家 當玉武的醫生 他其實不知道什麼意義 那就是被老師抓去嘛 那老師也不知道什麼意義 你對我這樣比 我想這個是我們 真的要面對的問題 要不然 有一天 看看沒有人會喜歡 就是每一個都是很被動的被去 抓去祭典的一個情況 這些人其實是很可惜 很可惜 很可憐 很可惜 就是他們其實不知道什麼 我們有沒有哪一天 可以 祭典前一個月 所以爭求今年的 不是紅紫廟的 不是說一說講 就爭求 大家都 興趣的 大家去好好把這個東西做 一些家裡小朋友 要做辛苦的事情 對他來說意義有多 而且有人留下痛苦的唯一 就是剛才運到 每年都有啊 都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要 面對的 第二就是弘揚如學 記得感情 現在台北跟彰化的口廟 都有獨經辦 不是獨佛經啊 獨詩經獨如理的辦 課不多 但是有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台南口廟 好早以前也曾經做過 但是最近大概都沒有做 有嗎 多少人在 不對勒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還是要被提振的一個狀況 到底我們有沒有很認真的把這個孔料 當作是這麼一件事情 往在台北的 有沒有做了一個儒學文化 他們在推廣 用這種事情 在做儒學文化 大家有興趣 而且這個儒學文化 還是有 中文版 英文版 日文版 還有韓語版 韓國話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韓國話 要做韓國話 但是就是韓國也把儒學做這個事情 那個狀況 韓國也有口廟名 你們覺得看得到台南西口廟的網站 他平常給你們看 其實就 我覺得 我們在做網站 有時把它當作 應付一下 就好像是什麼 什麼單位都要做網站 我們就要做個網站 但是 台北的網站很容易進去 我們的網站要一直點一直點 它最後都不挑一 這方面 我覺得還需要努力 好 如果說 它是作為文化資產 其實 有虛惑跟 維護的問題 那有兩件事情 非常重要 文化資產的價值 文化資產特色的教育 有沒有人可以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要有什麼價值 等一下讓大家看一見 我覺得非常貌謬的事情 然後 當委文化資產 就要修護 孔廟修上有沒有什麼策略 最近孔廟又要大修了 他有沒有什麼策略 還是 就是 人家怎麼修我就怎麼修 還有 有沒有維護的問題 孔廟 我們都知道 文化資產有一個基準 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 那你當作為文化資產 而且文化資產有兩 而且文化資產 現在世界上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真實性完整 你真實性 就是說文化資產 不能做假 完整性 就是你整個 比如說孔廟 那孔廟的 怎麼一回事情 都要弄了你去 大家都在孔廟 大家都在外面 每次都在孔廟 一有價單 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人站在你面前 然後你要跟他說寶廟有什麼價值 只能說出幾項價值 因為這個價值就是他要變成文化市場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們的文化市場保存法裡面說 要變成股基有六項標準 第一項具有文化歷史、藝術價值 第二項具有重要的事件或人物 第三項具有各時代的營建技術或派遇 第四項具有五個在線 第五個建築史上的意義有佔用價值 六個比較廣具有其他價值 照理講 任何一個皇子要變成股基 我們都要好好去分析 我們要這些價值可以賺到 這一點台灣做得非常的糟糕 如果你進去文化部的網站 想說啊那台南市的 我們應該有很多價值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這是文化部的網站 我把它找出來 它的價值上面寫著 依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十四半部 文化資產保存文化 也就是說依法保存 所以另一文文化部的網站 想要了解 文化部的網站被我們揪正很勾次 有些是寫什麼 具有保存價值 那繪畫嘛 變成文化資產當然是具有保存價值 我想這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所以2011年文化部去委託我 能不能把這些孔廟的價值 重新再 把所有的國定股基的價值 再重新論述一遍 我是找了OTF老師 我們兩個一起合作 我們去把孔廟有什麼價值 把它重新申請 給文化部參考 也就是孔廟從他以前到現在 到底有什麼價值的一個狀況 然後它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這個情況 跟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我們把它 就照文化市場保存法 列出來的那個幾個準則 我們一個一個去論述 我想這些很多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在官方的網站 並沒有講這些事情 他是台灣第一座孔廟 然後開啟台灣的文教 全他所學 這件事情當然非常重要 第二個就是他 這些引進在有一些石碑裡面 都得到見證 看看他的一層書院的這個傳承 我想這個也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一層書院的一個情況 看看他一代的傳承 這個在台灣的孔廟 那也是只有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第三個 他跟著有一些人有關係 這個我們在列出這些標準 其實是順應的文化市場 文化市場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人士 其實跟陳鳳華有關係 時代連造技術跟這個配置 有一些關係 有一個情況 然後有歷代連手提杯 他的稀少性 然後有一些講言書去做了很多 以企業企一直部分 流傳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每一塊扁都有故事 可是我們現在拉到那邊 大家最喜歡看的就是陳水扁馬英九 所以我們有很扁 再過一陣子我們又會過一塊扁 蔡英文的扁 所以上一次的本廟的會議 大家就在討論 那蔡英文的扁要掛哪裡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 最後的建議就是 希望蔡英文總統要做什麼扁 你把字告訴我們 我們幫你做 不要像馬英文總統這樣 又做錯了 那一個一個狀況 這個就不太好 那一個一個情況 但是這歷代的扁 我看了大陸跟台灣的投票 我們最完整 雖然只缺先頭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最完整 大陸有 但是都扁著 你看就是 其實每一塊扁的 框跟底跟字都不太一樣 但是大陸後來都把它統一了 因為文革的時候全部弄掉了 狀況 所以這個就變成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比較喜歡看的 其實比較現代的這幾位 大家可以回去猜猜看 蔡英文總統會送葛廟什麼 然後瞎細衣給他 他接扁再把它揭開 如果拆對那一天趕快去買 就是國產 到底會怎麼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嗎 這個馬總統一開始送的這一塊扁 對不對 這塊扁有什麼問題 跟吉他扁那種問題 沒有框 比較小 然後字是一顆進去 這個當然我覺得馬總統不會管到這麽細的事情 但是他的幕僚就是把它說 那公僚要上電 那扇子電 還沒拿出來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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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現這個問題 那我們樣的傳統 是點上去就不能下來 如果欠責到 如果要把它拉下來 那用歇計期間 用個靈感 你才輸那個 這怪罪了 然後後來他又補送了一塊 原來是這個樣子 後來他補送了這一塊 補編 其實他是個 那個 那個過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選舉的時候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都不要抽 那原來那一塊點回去呢 真的嗎 沒有人知道的 這是一個 不可說的秘密 因為扁 很量的傳統 扁不能下來 那你去發掘這個 在那個後面喔 在那個後面 也許 但是這是一個 不可說的秘密 這是秋雞啊 這是天雞 對不對 不能 所以 希望 我們希望蔡總總 不要再換這個傳統 如果他要送你 要小一號 然後又沒有寬 這個又會 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 這個狀況 好 那當然 孔廟也有 他稀少性的部分 就是他有很多服務 一個狀況 像這個 還有其他的價值 比如說 下馬 比如說文餐 奎 奎心這些東西 其實 文餐跟奎心 都跟 為什麼他會熱絡 他其實是跟歌曲之異的 其實這個也跟儒教 在抵倡世代為重 所以大陸 區域口廟之外 兩個最大的 一個是北京的口廟 其實他已經變成 榮子博物館 另外一個 就是上海旁邊有一個縣 叫嘉定 嘉定縣的口廟 改成科舉博物館 完全在介紹科舉事故 所以也就是說 大陸的口廟也在轉型 因為他知道 如果再這樣下去 雖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已經被毀掉 但他知道 那個硬體還在 如果這樣子下去 大概 大陸現在人會很吃力 他根本不找口廟 不管孔子是什麼 所以他一定要轉型 讓口廟可以在現代的社會 再繼續的下去 南京的護士 不用說 基本上都賣東西 那邊就不太對 那邊就不太對 那邊的情況 好 這個其實都是非常 珍貴的狀況 那當然他有 見如使的意義 他有無法解的 連慶的意義 然後他現在又變成 不快的圓區 不用說 所以我們廟絕對 不是依華的保存而已 我們還有非常多 非常珍貴的價值 必須要選擇 特別是在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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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之後 文化大革命之後 其實大陸幾乎 要所有人都不要 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就是 披零披鋒 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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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打倒口 披鋒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大陸在1962年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其實把所有的 文化大革命都毀掉 台灣就是在 文化大革命之後 文化大革命之後 我們那時候所有的國民政府 認為要補遍建國廟 所以他用很多新的 國廟 像台中 高雄 這些都是新的國廟 桃園 或是新的國廟 紀錄的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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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這些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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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把這個事先先說一個要換的電池 這是我一個秘密 我會吸電 我相信在座已經很多人有聽過我講 結果我也有講 我會吸電 那個電 那個無線的電池在我這邊之後 大概一認就有關 所有的小家電到我手中就會 如果裝電池就會沒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就偷偷問我太太說 我晚上會不會亮 我吃這麼多天啊 所以有人說 副老師你不是這樣放的行李 真的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的麥克風在學校的時間是你演講 所以他們如果知道都會準備那種有線 如果我拿無線的大概很快就會 搞不好 如果他用金頂電池可以撐到我講 如果你用大陸的電池大概五分鐘後就沒電 就很奇怪了 這個 不能講特異功能 但是就是這個 電池會被我把電耗掉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浩門的人 好 我們回到這邊 孔廟現在的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孔廟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孔廟很大的問題 就是孔廟從明朝創建 你如果怕在那裡孔廟 你可以不會很清楚告訴我們 孔廟的明朝在哪裡 有沒有孔廟的明朝 明朝的孔廟在哪裡 清朝的孔廟在哪裡 清朝如果我們講 孔廟那一次是最大的修建1777年 那那時候到底有多少東西還是原來的東西 還是多年 民國66年 我是大學生 很喜歡拍照 有一次我就到孔廟 我走進孔廟 發現孔廟不見了 大陸廟不見了 我就拍了幾張照片 其實那時候我對孔廟一點概念都沒有 只是喜歡拍照 然後相機到處停拍 大陸廟 我所被認為 沒有大陸廟的大陸廟的照片 也就是民國66年 其實是大修 把孔廟解體 我拍到的照片是 他被解掉的那一扇 民國68年 文昌和整修 用乾淨和泥土做的 民國74年到78年 又有大整修 其實這樣的整修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不對的 可是那時候 這幾次整修 尤其是民國66年跟68年 台灣還沒有文化資產保存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是1982 民國71年才出現 就是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 就是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 是因為台北有一棟房子 叫林南泰古厝 它的位置是在今天的頓化南路上 它要拖翻頓化南路 大家發現這棟房子很珍貴 所以炒出來 鬧要留下來 後來才把它搬家 搬幾次 加現在搬到核電公園去 因為這樣子我們製定 有化資產保存 林南泰古厝拆建風波是1977年 那時候沒有化資產保存 所以任何賭金 我們現在講賭金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所以尤其是民國65年開始 台南在推動觀光年 台南民國1975是觀光年 然後慢慢推動 一直持續推 台南觀光年當年其實毀掉非常多的文化資產 包括刺卡 都變成鋼鐵泥土的那邊的東西 包括這個 林町居安寺變成現在的樣子 包括很多重要的童廟 其實這個就是 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它是缺乏真實性 因為我們看到東西 其實是新的 不是舊的一個狀況 這是童廟大神殿的樣子 大家看過,這是年末六十六年 那這一張照片,登在陳大建於西坎的後面 就是他被解體,這個解體的照片 於是,我們現在的廣廟大佛文大神殿 都是英國大神殿,來臨一尊修理的 那當然廣廟也很誠實 這個是當初的過建,睡了滿地 那個狀況 孔廟也很誠實啦,因為他在 他在這個崇聖使旁邊放了一個木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那個木頭上面寫,重建大神殿使所拆解的阻糧 他只留下一根阻糧,那是最頂的一支 其他都不知道丟到哪邊去 所以我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這一間孔廟 這個孔廟,舊的部分有哪裡?就是這裡 還有 裡面的地板 可以 其他通通之心 通通之心 所以我們沒有一直以為孔廟 是明朝時候創建 清朝時候大修 我們看到的孔廟 這個我們要面對現實 如果大家有在做導覽 就是要認證的跟人家講 我們現在的孔廟是民國66年 就是 現在看到這個樣子是民國66年 這個風貌 絕對不是最臉時的風貌 好,那我們剛講民國68年 吳昌德 發生了事情 很多人跟我辯這個事情 說你們不要辯 這個皇子 就是鋼筋骨頭 連施工腹都有 對不對 我鼓勵 其實 但是 很多導覽的時候 我們可以講一些 比較有趣的話 但是 如果要 同時要回歸 告訴 聽 我想在做很多人家 在聽導覽 要告訴人家一個事實 包括 鋼筋骨上面那口 警 有些人說 統安平一頭這個 那個東西是非常有問題 為什麼 警不會鑿在 基座上 要黑這個一定會去,會在地面 我們現在那口前的那個圍地是 這個 浮物民操城的台階上 你會這樣的時候去鑿地 一定是在下面刮 所以那個第一個就會 第二個 那個 櫃 其實是 我有一張圖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的圖 其實就用鋼筋文明圖做一個圖 同樣的文藏格你可以看到有圖 鋼筋文明圖有圖 那時候還有人在說 啊不會啊這不可憐 那絕對是勾佔民國 你看看裡面都還有佩金 整棟房子都是鋼筋文明圖 所以我們也要面對現實 其實孔廟勾房子 其實後來建他照鼓報去建 那這個東西沒關係 再過一百年搞不好他也是鼓勾 可是不要一直假裝這個是清朝的時候的 這個是現代的作品 現代的 那人民我把它去掉了 不想帶來大家的困難 誰設計誰幹的我都把它去掉 其實這個就是 還在那一陣子出現很多 我們從今天眼光來看 並不是很正確的腐肌修復 那後來變成文化資產之後 因為孔廟在林國72年變成古蹟 那就所有的東西 照文化資產保存化那一套 可是因為我們剛開始 實施文化資產保存化 所以很多人也不太懂很多事情 所以很多虛物其實也都非常有問題 所以我開始懂事就發現這問題非常大 這個狀況 大稱謊 大稱謊的這個門 是心內的 裡面這個東西都是設計出來的 裡面這個東西都是設計出來的 有沒有看到完全是心的 這個是星座的 完全是心的 這個也都是完全是心的 這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不要混淆 就是台灣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把新建的混淆 假裝它是古代的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國際上也許你去修皇子 可是你要很清楚告訴人家 這皇子哪一部分是什麼年代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聖筆的大教堂 就是羅馬來的聖筆 你會拿到一張地圖 體面圖 它會告訴你 這根柱子是中世紀的 這根柱子是哪一次的 這根柱子是哪一次的 這個東西很好啊 就是表示聖筆的大教堂 資歷非常完整嘛 歷代都很關心 歷代都有整須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一次把它幹掉 重來一次 就是孔廟 我們也可以做一張地圖 比如說地板是清朝的 哪邊是什麼年代的 清朝哪一個年代 哪邊是日俱的 哪邊是現代的 加上去 我們如果誠實以對 就表示孔廟之力 非常完整 你看這個東西 在整修的時候 其實也是完全是新作的 還有更我難想像的 就是義錄 這塊 大神殿塔講這塊 是大雕丁針 大雕丁針 這個都有照片為證 當然有很多小細節 這個 我們整修之後老虎就轉向了 那個就是 如果從文化資產整修的觀念來看 就是孔廟又很溝通 那我們不要相驗 我覺得我們要真的去面對這個問題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個展覽 把孔廟以前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那你要清楚的知道 孔廟過去曾經是這樣子 現在是這樣子 其實在於非常多 國外著名的古籍都有做這個事情 已經變了嘛對不對 變得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是怎麼樣 以前是這樣 現在變了 其實這在台灣 所以沒有經常發生 當然我們今天知道 這是不對的 一個做法 當然現在就比較不會 比如說這個 明倫堂的這個壁畫 我們不知道它怎麼畫 我們現在就會留白 不會說 啊 要不要再畫一個 像陳奕豐 或是黃陳奕豐 我們不會這樣子做 所以以前 我們經常會做這樣子 一個做法 一個情況 那越來越接近之後 其實這個 還有很多心修的做法 是比較接近現代的 修悟的觀念 或者狀況 光光面都感到啊 我們參和 當然 講到修悟 其實 一個固執 不是只有 他派給你了達成 很重要的是 他怎麼回應 口廟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不太認同 啟示開會 我都講 我們要做的太多個草 競操有什麼問題 競操要按阿隽 不要讓這個 長得漂亮 對 濕度要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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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老鼠 這樣老鼠 得到核根病 生病了 抵抗力就越來越多 但是筋的 越來越多 核根病是很普遍的病 但是因為核根病 其實就是那個樹根 需要空氣 那你會把牆壁弄死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為了照顧這個 會撞那個灑水器 灑水器 你就會把牆壁弄濕 然後 當然這個樹的問題就出現了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最後突不見了 突不見之後 對面那一段黃子就跑出來 以前還會遮住 現在就跑出來 把那景觀去產生一個很大的破壞的狀況 然後呢 像這一次地震 這是這次 2月6月地震之後 出現的狀況 面對 怎麼將來去面對 更大的地震 還是 漁化還會有地震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狀況 那回到這個樹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非常愛護樹的人 其實 對孔廟樹的死掉 當然 我們其實可以讓它活得笨 但是 讓它死掉 其實也不要太難活 接下來吸引的東西 龍樹 這些樹都是什麼時候種的 1917 就是日本在大盛六年的時候 把孔廟重新整理過一次 是1917的時候種 龍樹的壽命 正常的龍樹壽命 是100加減20 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我們為了這件事情去請教的 也請那個台北這個植物研究所 植物園的很多專家來 誰覺得跨過台灣有千年老龍樹 張樹可以活千年 活樹可以活千年 龍樹沒有辦法 有人說 配合有一張什麼通涼 那一張都 那是都虛根跟熱癌跟頂緩 單一的龍樹 大概100年左右的瘦命 如果它條件不好 就找一點死 條件好 就活久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 從去 從 大概2014左右 台南 台南裡中的老龍樹到 台南裡中的老龍樹到 陳大的有幾個老龍樹到 很妙的龍樹到 發現 它們全部都是1915到1918左右 蓋 那間中的水 陳大裡長國泰樹 兩棲 1923 種的 但它種的時候 應該不只一歲 所以我們現在號稱它百年 一死啊百年 那陳大裡長得到一塊 那 國泰給了一個號 所以國泰等都出錢 陳大去保養那棵龍樹 現在又圍起來 因為去年台灣的時候 旁邊萊登到了 其實萊登種的年代更早 所以萊登已經帶來一個預兆 說這些龍樹 但是 已經就是說 我們人 擰到一百歲 就很厲害 擰一百歲以上 就一定都有病 沒有人說一百歲 就照白年曬寶 一百歲 如果有些擰到的 都問題 所以不要難過 所以陳大 從去年開始 在培育新種 就是利用這個老龍樹 培育它的下一代 所以它已經長到一定的程度 恐妙也要做這個事情 恐妙的老龍樹 不是說 讓它死了 它可以買一張新 我們就是 恐妙的老龍樹 就培育一個 它的下一代 然後再長 其實我們那一棵 這一棵 機會已經沒有了 但旁邊還有幾個 其實要做這個事情 也就是讓這個龍樹 也能傳承下去 而不是 有人說 整幾棒進龍樹 進點肥肥 才能拿去修 那個都是超短線在操作 我們還是要 那要不然 我們就不要種龍樹 種一個可以活一千年的 那就一千年以後再說 但是你要看到它長一千年 你都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 龍樹 大家要有概念 所以檀蘭尼中 最老的樹也倒了 檀蘭尼中也倒 成賴根倒 很多地方 大概在日本時期 大正連接種的龍樹 都一棵一棵倒下來 所以 他們以後 有人在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有正確的知識 愛護老樹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但是你不可能期待 一棵老樹 長生不老 多可憐 如果你看秋 秋得正 比龍樹更短面的是什麼 椰子樹 牙籽樹是不一定 生日生不斷 生日生不斷 生日在日期 天陵 不可能 牙籽樹一定到一年年年年年年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要種樹 我們不要考慮它久一點 我們就要考慮 農樹已經夠久了 一百年已經夠久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要 是要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最近去看其實這一陣子的景象 其實老樹漸漸四季 我剛剛不要跟我們上一代的老樹漸漸離開這個舞台一樣 但是我們怎麼樣讓新的榮樹漸漸 不是種那種貧困盆栽這一類的東西 不是種貧困盆栽有一陣子 可能大家明明前有一陣子 我們的大神殿前面還種很多盆栽 現在已經拿掉被避判就拿掉了 那個東西都不有趣 種草花不有趣的一個狀態 看看做原型倒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維護的問題 我們假設它現在有價值 我們假設它現在有價值 那要怎麼維護它 要怎麼樣維護它 才算是最好的用途 其實台灣應該要推動一個事情 就是古蹟都要有管理人 現在空 我們要有執行人 有幾個幹事 但是不是專業的古蹟管理人 台灣在大廈公益已經推動 比如說你住大樓就會有一個管理人 所以台北有一些敏感的人已經成立了 類似的公司 因為政府將來也會推動力 大家將來都會有機會去做這個工作 就是現在還沒有緩 就是每一個古蹟至少國定股 都要有一個專業管理 就是有一個管理公司 要派一個人去那裡管理這個古蹟 日常的維護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很多東西壞掉 比如說古蹟很多東西白衣 平衡 其實就是失蹟很重 沒有人在大 你如果大家都開湯 那就不會 樹葉掉在這個 或是這個球季掉在五頂很快把它清乾 那就不會長出來 類似的狀況 五基管理人在國外其實是一個職業 但是我們沒有 以前我們住家也不會覺得 會有一個管理人員 現在很多大我大概一定的規模 至少我們就需要大廈公立 公立管理條例 要照那個條例 要設置 要請管理公司 或是你自己聘要有聘一個管理人來管這個 所以古蹟也要有管理人 這個概念 有一個狀況 像這些東西 空廟裡去看 這是空廟裡去看 這就是空廟裡去看 其實很奇怪 其實很奇怪 我自己也在製造 你以為想要整個手都不會 我自己洗一洗都做毛 而且他都不用膠 膠水 他就直接會長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 把它拿下來 可能他小的時候拿下來很簡單 你等他長大了 他的樹根 開始到裡面去 你要把它扒開 你就會把接過第二場 目前如果你去孔廟看 我是二月六號管的那個禮拜去 至少看到有個十顆飛石的 大大小小的在搶走 這個狀況 還有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膠水 膠水 變成了一個狀況 那個膠阿塞 這大神殿 這大神殿叫阿塞 我們現在大神殿 小鳥很治癒 還買進去就買進去 要出來就要出來 國外很多古籍 還有有一套去防止鳥進去 等下那個愛護動物的醫師 又出來看去抓 為什麼這個東西鳥不能進去 屋頂上不是很多鳥 聽孔子講進去 乖乖聽這樣在國外 這些人下來聽孔子講 為什麼不能進去 這是兩個的事情 鳥糞 鳥的排泄物 其實會對木材不好 所以國外有很多古籍 像是甘巴仔 為什麼 只是不讓鳥靠近 歐洲是比較 慘的 它就是用鐵線 然後用品兵 還會通電 乖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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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覺得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我們並沒有 比如說 這些鳥的 什麼人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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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孔廟 那兩個小姐去請 有沒有可憐 那個執行長去請 不可憐 一個少爹去請 不可憐 那就是有人講 才會去請 沒有人講 大概就不可憐 所以我們維護 並沒有很相對 好 再過來就是 如果它是作為一個文化的場所 其實它會有經營管理跟行銷的文化 那到底是被動的管理 還是經營管理 被動的管理就是我們一般的觀點 其實台灣的股基都有管理 但沒有經營 沒有經營 沒有經營 這個代表 是被動的賣東西 還是主動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打出一個叫 泰南口廟的品牌 有沒有 應該是有耶 要不然你不能說 有一個其他品牌 那口廟買到 全台手學品牌啊 對不對 全台手學 鉛筆 全台手學 毛筆 全台手學 什麼樣 我們沒有 也就是我們沒有行銷的管理 我們沒有行銷的管理 如果我是 我是官方主義 我去把所有的育點都註冊 非常專業 那天我只要打個個藍的指 我的個藍病病 只要紀內品上用了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去告你 違反智慧差在此 所以我們建議 口廟 建議去做這個動作 那個小師子去註冊 我們的商標館 其實是第一個註冊員 那些人 那天大家要賺錢 要去註冊藥 可以去口廟 但是法官有時候會反過來思考 我們這個東西 是剽竊人家的智慧財產 他東西是在口廟 你去註冊有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沒有 你就大概是不會贏 口廟有這個權利 因為他是在口廟裡面 所以口廟很多東西可以去註冊 這個狀況 那我們賣東西 真的 我不是說假 口廟那些賣店 我還沒 我的營業絕對可以 衝到很高 真的可以衝很高 那我們就是因為 在這個品質之下 外面的人打不進去 裡面的東西賣不出來 還是靠 還是靠 做一些事情 那些賣東西的童年不是不好 而是我們需要 讓他有更多 現代企業的行銷的觀念 他不會主動 不會主動 你看看口廟出去外面在UK 我來喔 來公的喔 那其他人 別拉麵 當外面穿穿單 有時候我們走過南華廣場 有那個小朋友在賣啊 吃麵啊 來吃什麼東西 你會看到口廟出去花床 在來口廟幹嘛 對 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大物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很被動的在被管理 沒有經驗 當然我們常常講就是 如果口廟可以的話 最好把所有口廟的土地的租金提高一倍 光這樣子就可以提口廟賺很多錢 現在的租金都是 外戶時候定的標準 包括我們喜歡去的立立病羅室 都會都 或是 他也沒有沒有錯 沒有錯他是造謊賺 所以為什麼租金不能提高 南美花式也是口廟人民會給他們使用 沒有錯 沒有錯 其實就是沒有經營的波 因為過期口廟是租金不外 所以租金不外 算了 那個賺的錢也會是我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最大的觀念就是 你賺錢了就睡到我 如果讓職員分紅 讓職員有利可圖 不是那種暴力 其實他會更積極 就是他會充業機嘛 現在不需要充業機 你如果說Poyota在賣車的人 你賣一百台的薪水也賣 賣三台的薪水也賣 你該不會給自己去賣抽 不會嘛 如果你賣一台他抽一萬 好 你不想買他也自己賣到你賣 這個就是行銷的整個問題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一些網站跟實體上的經驗 到底我們要把它變成什麼 那是古蹟還是廟還是教育場所 還是博物館還是其他的 我們的技巧 能不能從疑點變成表演 你就從一個宗教祭典 變成一個文化 有沒有這樣子 春文秋文 這是正式的東西 然後每個做話來表演一次 你跟小胖來勾這個觀眾 那兩個阿彬又怕走來 又怕過了 但會吸引那麼多人 那同樣的技巧 那會吸引光 比如說每天的中午十二點 哪一次 你下去那個十二點 就很多人圍在那邊看這個東西 那歐哥的收入就會變高 我們就這樣 表演之後 放一個路人就給你打 歐哥沒有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 一個狀況 還有商品 商品的這個部位 所以網站 台南孔廟有一些網站 這個是文化部做的 台南孔廟的網站 其實做得不錯 寫得很寫 差不多一百人到十百人 還在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網站先到文化部 然後再點一個 再點一個 它不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我的經驗 如果那個網站 要我點三次才會看到東西 的話大概就不會去看 其實是有 台南孔廟的 他還做得不錯 每一個部位都講得很清楚 但是他 還是這個人幫 武化部做完這個網站之後 就拿到一筆錢之後 沒有人能不能去看這件事情 有一個狀況 這個是他很巧 一些網站 還盜用我一些照片 我都不想說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面力三千 我們要那附近的三千 也做了一個網站 也做了一個網站 都是網站 都是網籃的 一個狀況 還有虎中街 有一個網站 我看了這個網站 一看不下去 所以 我們的支援被分散 武化部做一個 台南孔廟網站 魅力三千 做一個台南孔廟網站 虎中街也做了一個 孔廟網站 力量分散 一個狀況 其實是 還可以再 我剛講 台北就做這個東西 然後台北 這個是台北網站 你們可以看到的東西 台北還做什麼 台北還有一個 四滴虛擬實境的巨業 台北弄了一個網子 變成孔子 剛剛那個孔子傳 做人外的孔子 他如果沒有機會看 但他沒有機會看到了 去台北的孔廟 就可以看到 他定期在佛皇 他有一間 我一直跟孔廟的 葵會講過 台南孔廟缺乏一間 叫做 里克資訊中心 就是最好所有的人到一個房間來 然後坐下來 然後把孔廟 用什麼可以看的 用影片介紹一次 然後再帶過去看現場 如果沒有 我們就直接殺現場 然後這個導覽中心 就是可以跟孔廟一品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們一條線回來之後 就回到孔廟紀念品的地方 所以他們也才知道要買什麼 要不然你提孔廟要買什麼 孔廟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孔廟其實有很多商品可以被開花 然後這個導覽中心就可以放巨業 他也會收錢 他也會收錢 如果他也沒辦法 也可以收錢 當然 台南不是最爛 還有一個比台南更爛 叫台中 台中的口廟跟忠烈史 合在一起設網站 你想說你怎麼會去忠烈史的網站 寡花先生 為國監驅的人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是同一個管理班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網站 他不是歸文化舉廣 因為他沒有文化之產生 所以他歸民正舉廣 就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們不是最好 但是我們也不是排在最尾巴 但是我覺得還有非常多 努力的空間可以做來 我們的文化科長也許回去 可以建議一些這個事情 那他到底如果 我們剛剛講是網站 如果是實體 那到底可以做什麼 做古蹟 單純的古蹟 還是做童子廟 那是廟 還是做一個教育場所 還是博物館 還是點點點點點 都可能性 如果作為 不管是作為什麼 我覺得 我每一次看到口廟這些標語 我就搖光 口廟不應該拜正 你看 有沒有 這些都完全沒有女學 沒有美感 大家想想 修練做巴 修練做巴 其實也不是只有朋友 台灣大部分的古蹟都是 這樣子專門 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告訴我 大家 我們對古蹟的 這個 產域的說明 其實是 浪不驚心 這邊有一塊牌子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它叫下榜杯 可是你仔細看 這邊有兩塊 為什麼需要兩塊 如果你覺得這一塊好 你就把這一塊 看掉了 如果你覺得這一塊好 就不需要再做了 很簡單的道理 真的還好我看過三塊 三塊 三塊 說得到自己 都站在那裡 這年沒辦法做一塊 有年沒辦法做一塊 有年沒辦法做一塊 有第三年沒辦法做一塊 有第三年沒辦法做一塊 大家都不敢去把那塊搬掉 等一下滴溜 它就變成三塊 為什麼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如果看 看盡 這一塊 就是比較早做的 可以 這裡還可以浮掉 還挺有的 這東西 歸殘 沒有 不管它內容是什麼 國家級的骨骑 不應該好像 天天補補 這樣子的狀 它就是一個應該 我們要需要有一個 一套的視覺系統 就是跟 林百後 一樣 一個logo 什麼事情都跟著它 不是我今天 標這一標 有人做這樣子 下次來要標一標 做這樣 它應該包括它的手提袋 包括它的門票 包括它的所有的紀念品 包括它的所有的文宣 都要用同一個logo 講同樣的事情 這個叫整體設計 我們沒有這個整體設計 台內是需要有一個整體設計 每一個文化園區需要一個整體設計 每一個古蹟都要需要一個整體設計 每一個古蹟都要需要一個整體設計 就這個古蹟來講 而不是 接著是我們剛剛用最搞的整體設計 然後 沒有錢就做了 那沒錢就做了 然後我們還要考慮一件事情 這個材質 可以當動物 現在電腦輸出了 我們知道那個動物 也許有來說這樣比較有趣 下個文化局長又可以做一次 對不對 因為可能過幾年這個製作 已經被太陽曬到 我們早期做了很多木頭 對不對 你現在你看 都出一個棚子 在那裡 裡面都會 所以 這個是比較持久 做得比較漂亮 我沒有什麼比較漂亮 可以一直就做完 你不需要每一個 這個東西撐不久 我坦白講撐不久 電腦輸出了現在這種東西撐不久 他在戶外撐不久 在室內可能可以不掉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整體 對於這個空間 有沒有很認真在面對的路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孔廟旁邊 他有沒有辦法當成一個很好的教育的場所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突破的 他有沒有辦法做一個教育 其實我過去經常在孔廟帶一些小 就跟 中藝國小的學生 那時候我小孩子念拿筆碼 跟校長也比較爽 那時候的吳淑美校長也比較願意配合這個事情 我會跟他辦一起活動 我都一直覺得 中藝國小就在那裡 其實中藝國小受我的影響很大 我不能完全鞠躬 因為他們從比較排斥 旁邊很多古蹟 到現在 以前吳校長都會說 我們學校有一座孔廟 那這就很成功了 不是我們學校旁邊有一座孔廟 我們學校裡面有一個孔廟 把孔廟變成你的 因為從教學空間來 學校其實那個圍牆的界 不應該那麼清楚 你要有實體的界沒有關係 但是你為什麼不能把孔廟當作你的教室 我就一直跟中藝國小說 老師你們不需要在教室裡面上課 你就把它拉出來外面到孔廟去上課 因為孔廟有太多可以上的課 在裡面 所以孔廟是應該一個很好的 而且如果我們想他以前的性質是武學 就是有教育性質 所以孔廟來當作一個教學空間 其實在當今的社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小朋友在裡面玩的非常非常的 這個我們在玩什麼呢 其實我們自己初前 替中藝國小設計的一套膠碼 那我們就把孔廟的幾個房子的屋頂 其實孔廟的大城門文餐和民倫 每一個的屋頂都不一樣 我們就幫他設計這個屋頂 讓小孩子去塗色 然後要他們找一組人 這一組人其實都帶不一樣的屋頂 然後要他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隨便一個 比如說我這個屋頂站在這邊 讓大家看他的屋頂 那你去對照現場 我們在大城店前面做這個動作 所以大城店在這邊 大城門就要站往旁邊 東武要站往這邊 西武要站往這邊 文昌鵝要站在東武的後面 然後明倫堂要在文昌鵝 也就是利用這個遊戲 利用美術課 讓學生知道孔廟的空間的相對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就跟博文老師配合 博文老師要大城店的同學 要講一句成語來形容大城店 文昌鵝的同學 要講一句成語來形容文昌鵝 比如說有人就叫美幻 文昌鵝就講八面玲龍 因為他這個屋頂是八角石 這樣子去訓練他們對孔廟的認知 可以發展出非常多的教具出來 我一直認為中英國小應該善用孔廟 或是孔廟外圓區的小學應該善用孔廟 甚至我鼓勵他們自己編一套孔廟的教材 讓他們的學生知道這個事情 日本在外面做得很好 日本他們其實每一個小學的學區裡面的文化資材 就是他們必修的科 就是這個學區有什麼文化資材 他們一定有一套教材 在教這個學區的教材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也可以推動一個狀況 目前在幫馬祖在推動這個事情 學校周邊的文化資材 學校的學生一定要會 你不要管到長江花粉在那邊灌 周邊的文化資材 你就一定要知道 你替他自己學校的學生變一套文化資材的教材 狀況 我們不是孔廟只停車然後然後逛一下 我們要深化這個孔廟的內容 那現在去孔廟的人都在做什麼 我講的 餵松鼠進去繞一圈 然後出來去吃鞭碼 還有人就到武功街去逛一逛 我自己看 但是孔廟停一般人不會超過三十分鐘 不會超過三十分鐘 那有些刀來講的 所以大家也不太認真在停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孔廟的可態性跟度式性 變得更多 所以讓我們辦了很多孔廟文化解 但是每一次判完文化解 又是另外一個開始 這些東西都沒有被我們累積下來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事情 然後很多活動 但是活動完就 會贏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孔廟變成 台南是共同一個節慶 這個我在很多議員講過 講台灣的節太多了 從過年開始 就什麼節 什麼節 什麼節一直到年底 現在大家開始 阿嬤學文化節 什麼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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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告訴你 每天都有節 但是 那個活動都是 你說我們在辦什麼節的時候 另外一區的人好像完全沒感覺 他沒有辦法變成全市的一個節 愛丁堡 我那時候愛丁堡 只有一個節 叫做愛丁堡藝術節 只有全年只有一個節 但是那個節的時候 愛丁堡的人口 從60萬變成200萬 大家 通通來 那我們現在就分散 然後力量其實都不大 較可惜的事情 台北的孔廟 其實辦了很多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 剛剛也稍微提到過 這個人文講座 這個播放孔子 每個禮拜六 日上五、九點 有季孔表演給大家看 他們有固定的時間 做小飛桶的季牌 所以每個周末很多 大家知道 台北的旅行團知道 尤其是在日本的大韓國團 他們知道這個所有的表演 所以他們禮拜天 六、禮拜天 因為擠了很多人在那邊看擠 我們當然是為什麼不能這樣 對不對 我都很願意每個禮拜天跳一次 我們不要每次都冒煩中藝國小的人 其實你可以 所以有一群人願意 有工夫生他願意 每個周末去表演一下 如果每個 一個禮拜兩天開場 就一天就要好 慢慢增加 其實會有市場 這個東西會有市場 這種狀況 大神殿拜一下 風舞拜一下 西舞拜一下 重生子拜一下 這重要的空間 請一下 拜一下 有些人就會跟著他們去看 也就是說 驚呼拜一下 所有的 在所有的空間 他把它變成一個固定的形式 而且武裝非常重 你穿夾腳頭 你還要這樣 我覺得 他也變成每天固定的時間 大家就會做 就會有的 他漸漸已經把它從一個 很單純的忌口 變成一個 類似像文化的場所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當然他有換過 他有設一個劇院 然後也很多跟空子相關的影片 在這裡面 他也做了一個Q版 這個我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他們至少做了一個 給小孩子看 動畫片的狀況 然後他們還有替討生服務 就討生化的這個地方 一直給他進來 當然我們也有 讓一些考生自己做 但是 形式跟內容 並不非常一致 這一個情況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孔廟到底做什麼事 這個是台北孔廟 他配合漢字 他把大層店前面 變成一個 Facing Show 就是武裝表演的舞台 然後這個 這個表演是 哪一個模特兒身上穿的衣服 都有一個中文字 自己去猜猜看它是什麼字 有些我們猜不出來 對不對 如果沒有穿衣服 應該可以猜是空 那這個活動也引起一些批判 為什麼引起一些 因為有些人穿著 清涼衣服的表演 穿這樣子 但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孔廟堅持這個東西 沒有問題 因為 中文他們在講文字 這件事情是跟文化 跟獨家都有關係 那我們的孔廟 有沒有辦法進步到 這樣的一個場合 還是我們孔廟只能夠 這個事情 所以我才第一張 這個片子講說 我們一定要突破 幾千年前的思維 我們現在台南的孔廟 跟孔廟開始 出現的孔廟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過了這麼多久 已經跨了四個世紀了 我們還在很多事情 很多東西可以留 很多東西可以加 沒有關係 我們一定要有 做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 我們也有創意產品 在2012年的時候 有爭取一些創意產品 很多人去業務生 也做得不錯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小顆粒的業牌 這個筆這些東西 但是 這些東西比較不實用 台北做什麼 孔子許驗請不倒翁 就是明年書 換個不倒翁在前面 你就可以許驗很低 當然這個也沒有 特別 電鍋 很難想像台北孔廟 就不會有大筒電鍋 對不對 酒足晃 保一萬千金 其實都是在講文學的意味 有一個狀態 其實 台北孔廟的賣店 賣的東西非常多 而且很多東西 在別的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台南的所有股機的花賣給我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自己的產品 大部分都敢賣 就是拿過來 買這個東西 一定要開花自己的東西 讓自己的品牌 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 好 最後幾張畫真片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去附孔廟的售票數 它這邊有昏陶幾種 旺季跟淡季 它有三個點 一個是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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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孔廟 當買90塊錢人民幣 孔廟 就是孔子住的地方 60塊錢人民幣 孔廟 40塊錢人民幣 如果你一起買160塊錢人民幣 把人家扣給我們 哪有差這麼多 我們公主看我們被擔心 我跟你說 市長如果要上口罰 那公主的售價變成1000塊錢 你會上口罰 但是會被野馬的鑰匙 我也講 我們一直把我們文化市場 當成慈善事業 這是全世界的 我要去射彼得大教堂 我要去射保隆大教堂 我要去佛羅斯大教堂 大教堂 每間都要留職 我們去日本的新車參觀 去日本的孔廟參觀 每間都要留職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孔廟 大富人不要緊 你看這個價格 你會嚇死 對不對 你要出口罩 大富人可能只看口罩 那你要互出旺季 你要互出九成 而且他們還有季節的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暑假期間 公主要五十塊錢 冬天二十塊錢 跟隔熱生十塊錢 我們要隨著社會這樣子改變 大家敢亂來 如果大家都不來 你賣那麼貴 就打折 我們完全沒有盤線二十五就二十五 而且二十五是不夠的 這個錢要怎麼來 要有一套經營管理的 棒的 就是我們在作文化資產的時候 基本上都忽略這個事情 都完全忽略這個事情 我曾經幫家裡堂場走來堂場 試算如何 如果他們如果好好去經營 可以賺多少錢 其實這個有辦法去算 你的孤的人 然後你的文票多少 那個 只要懂財務計畫的人 都可以算出這些東西 你要不要讓責心一樣 那樣那個狀況 所以你會看到 他們一樣是同行的 他們說會這麼高 那孔林是現在孔林計畫就是 只要信孔的人都會埋葬那邊去 所以中國很少的地方還可以埋葬 就是信孔的可以埋葬 然後他們有一塊土地 就是孔林在裡面 然後孔林就孔林住的地方 所以這些東西他們可以 可以一體來看這個事情 那一個狀況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大陸的孔廟 單一個孔廟會收位到九十塊錢 所以林幣 我們當初我提出給這個 委員會說孔廟跟收錢 還有人很生氣 後來為什麼二十五塊錢 就是他孔子打折 因為大陸其他五十塊 他來快孔子打五折 二十五塊 其實每年孔廟的收入 現在基本上 門票的收入都好幾百萬 好幾百萬就可以來支付 很多必要的費用 當然還是不夠 但是可以支付很多必要 如果他提交一倍 可能就可以上千萬 上千萬就可以做很多 你不要等政府來補助 你孔廟自己就可以做導覽的設施 導覽的空間 做展覽 你就自己 可以自己活下去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 說這麼多錢 除盤去 也要等政府來補助 全台灣國電古蹟又不是只有 現在國電古蹟有九十三個 你也不可能 所有政府的錢都給你 還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整個財務計畫 真的要測試以你的檢討 包括孔廟資產 包括孔廟的財產 孔廟很多土地出租 以現在的行情來講都便利 那這些土地可以競標嘛 對不對 這塊土地可以競標 讓大家來競標 誰出錢比較多就是 就是這個土地去租給他嘛 為什麼不能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徹底去改變 這樣子的一個失誤 這個 黑丘國他請責人 叫跨漢請責人 就是 孔廟九十塊錢 淡季八十塊錢 孔廬六十塊五十塊 空鷹四十塊 一起買一台五十塊 因為很難像 很難 台灣的股基 很難相信 他們說這麼高的錢 這個狀況 什麼人可以免費 七十歲以上的可以免費 這個 當軍的人可以免費 這個狀況 然後他們 有一個目標 就是當 五A級的國家利益權 就是他們有競爭 所以 為什麼票價可以那麼高 中國大陸以為它是 這個A越多 你錢可以收越高 因為它是品質保證 我們沒有評鑑 我們對所有的股基 完全沒有評鑑 我們講說要評鑑他說 不要 那很多人 我們也會去做 這一點 我們不能為大陸做的不用很好 在很多股基的廣告 在經營上面 做的不用很好 所以它 去戶口沒有 已經變成 5A的景區 所以它票可以收到這麼高 另外一個可以收很高的 5A的就是戶工 戶工也可以收到 一張門票一百多塊錢 以上 戶工能票完的 200 戶工至少 大陸戶工至少要一百塊錢 以上 當然 山東去屋口庙 這個也有很多問題 他們現在其實很多人去 我們要其實不知道在幹嘛 黑白拜 拜一堆 這個不是我們要學習 所以比較狀況 這樣 這樣 這個我親眼聽到了 就是 就是 那個先生是這裡面在管 看到這個老太太就賣相給他 他說要拜什麼 他說你隨便拜 不懂就念阿彌陀佛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封住跟阿彌陀佛是 兩件事情 那大陸已經亂成一條 就是他們很喜歡拜拜 現在大陸的人很喜歡拜拜 然後就亂拜一天 然後就趁機就賺到那邊 我們當然不要學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缺乏 精盈這件事 那是不好的精盈 跟他們的精盈 這樣子 那種況 雖然都去屋孔廟 前面很多拍子 你去孔廟可以坐這個車 我帶學生去我說 千千萬萬不能坐 那邊坐銀車 在開場 尤其是要去孔廟 就是要給他服務 服務 我幫你 坐這張槍在那邊廁所 不能坐 但是我要講就是他們的多樣性 就是他們有孔廟酒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次到孔廟發覺 是我拜的 那時候我用了孔廟家酒 我那時候跟大陸進了孔廟家酒 來祭孔 那一念的宣傳就是 孔子很久沒有吃到 喝到自己家鄉的酒 當他們拜祢就討好 我和他們要吃 其實孔廟家酒 因為孔廟的酒跟菜 傳統的都非常有名的狀況 所以他們有專門 就孔子的後代他們在做 他們後代傳到非常多 反正信孔都會說他是孔子後代 以後就可以有老大的地方 但是也就是他們比較多樣在經營 剛才有些事情並不是很對 我們又回到 我覺得我們孔廟是要這樣子 還是要這樣子 還是要更好的方式 就是除了季孔之外 能不能有多一點文化的活動 在這裡面 其實我也喜歡看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是幾年前去孔廟拍照 看到一個舞團在這邊練 我覺得它是非常美 然後這個舞團並不是來這邊表演 它是帶那些學員來練你 可是你看起來跟孔廟非常非常大的服裝 孔廟我覺得除了剛剛講的之外 可以作為台南人的生活場 讓台南人願意去那邊 因為這邊有文化活動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讓台南人願意去這邊 我覺得這個孔廟才會變成台南真正的孔廟 台南孔廟不應該只是季孔的孔廟 台南孔廟不應該只是觀光客的孔廟 台南孔廟變成台南的孔廟 一個狀況 給大家看兩張 這個私密照 我們家裡有一個傳統 從兩代之前 我們過年都要在孔廟拍照 那個時候小時候 那個時候長大一點 我本來要在 我比一些 我帶我小的去拍慶廟 我就是說 其實 像我這麼小的時候 這是我們三兄弟 我這個小時候其實不知道孔廟 那不是什麼東西 但是 家長會覺得孔廟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然後就把我們帶到這邊 這我父親我母親 這是我阿姨 那時候大家都住在一起 我們就在拍孔廟 我到了長大之後 這是我已經念國中了 爸爸還是說 來 來孔廟去修 就帶著三腳架 然後就在那邊 後來 等我結婚了 我跟小孩 我就跟我想說 來 來孔廟去修 然後也在孔廟拍 大家這幾個狀況 因為他們長大不太聽話 到這個階段 爸爸媽媽說去哪 你還是會去哪 沒有賺 那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 生活化的孔廟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父母親 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沒有坐在孔廟的那個獅子上 拍照的照片 就是那個前面 那個小獅子 坐在那邊的照片 不好意思拿出來 因為那個有一點 不是很好的示範 但是也就是說 他們在民國五十幾年 四十幾年 其實就利用孔廟 當作是一個很好的折磨管理 我也希望 所有的市民 至少中西區的市民 那個科長 我們要不要來辦一個活動 就是到孔廟拍全家裡 就是到孔廟拍全家裡 然後來證選 鼓勵大家到孔廟拍全家裡 這個現在相機都很方便 對不對 以前要拍全家裡 我還要去相館 那一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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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沒辦法 你如果要自拍神器跟 其實這個東西就會 讓大家跟孔廟留下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孔廟在現代生活 現代人的生活就會變成有意義 那不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季孔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個是最後一張 就是我不太願意拿自己的照片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小時候還蠻可愛的 好 謝謝 今天很高興可以聽到 父老從各個多元的角度來探討孔廟 其實他也揭開了很多孔廟我們所不知道的神秘的面紗 那同時也告訴我們的真相 那我一直認為 各位 父老是在我心目中 他是我們孔廟的文化資產的守護者 今天我聽完的演講之後 我多了一個封號叫做 父老是我們全台所學台南孔廟文化資產的財水園 那當然我們也透過很多的場合來講孔廟 那今天非常難得 那是不是還有時間大概兩三分鐘 是我們在場的聽眾還有市民同胞 能夠在這個場合來請教我們的父老 對於我們今天講主題 就是從四個世紀來探討孔廟在當代城市的角色跟意義 開放給我們現場 來 請說 父老我想請教一下 雖然不是孔廟 但是跟古蹟修復有相關 我大概去年的時候去鹿港龍山寺 那時候他們在修那個寺 然後有一半的牆已經漆了亮亮的油漆了 另外一半沒有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當地的議員有民眾反應 那廟看起來古色古香 才像百年古蹟嘛 那你漆了亮亮的 那哪叫古蹟呢 所以呢 議員把他打下來 這個錢破不下來 就是漆一半另外一半沒漆 那您這個看法不知道是怎樣 請教一下 謝謝 謝謝 那個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去鹿港 所以知道 就是鹿港那個 兩側的走廊 主要是兩側的走廊 就是後水廊 古騎 其實它是 廟花是想一老永一老 所以他選的漆其實是亮光漆 但是以前我們的寺廟不會用這個漆 所以他用了亮光漆之後當然就 第一個就是覺得那個刺眼 他會黃光 那個柱子會黃光 一般的寺廟不會用那個漆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修復者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當地的議員為什麼出來黃 這就是當鹿港友人搶著文石黃地 他們出來說這個東西是對 所以他們去找議員 然後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認為還蠻肯定的 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起錯東西 不一定的狀況 其實剛剛傅老有提到 像我們那個中西區的人文課的課長 我們傅老提供就是 可以透過中西區的方式來辦理 爭取全家府跟孔廟的一個結婚 那在座還有人要請教有關孔嗎 好的 我們辦第一屆孔廟花結婚 還辦了一個活動 包括他有集團結婚 我們在孔廟辦集團結婚 過去的集團結婚都是在 不是不是那是後來 最早都是在地方懷孔 因為我們辦孔廟花結婚 已經是司機 人前的司機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因為儒家裡面齊家治國 齊家是最重要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就跟司政婦講說 其實我們是跟孔廟辦集團結婚 所以報名了還幾十隊 還蠻踴躍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孔廟可以更多元的 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那一次也辦了中小學的 樂團的表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其實台南市有很多中小學 他們有樂團的管樂隊 國樂隊 那一年只有兩次上海的機會 一次就是參加音樂比賽 一次就是畢業便利 其他都是自己在練 所以我們就跟全台南市的中小學 爭取孔廟花結到孔廟表演 我們沒有其他一些大咖 我覺得現在有一股非常不好的風氣 就是都花了很多錢 請電視的大咖來 花了很多錢 我們辦事辦孔廟案件 每一個來表演的樂團 都說不要請 謝謝你給我們這個表演的機會 他們就來這邊演奏 然後大概兩個禮拜一直陸續 所以我一直覺得孔廟可以更多的 跟學校跟館單位 不花錢的活動 但是從孔廟來講是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像到孔廟拍Wins 全家母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謝謝 我肯定有參加 富老在講的那個 國中小的樂團在那邊演出 那今天其實很高興 我們的富老再次跟大家來 做這樣子的一個演講 也讓我們很多的啟發跟手勢 再次以這個掌聲 謝謝我們的富老 當然更感謝各位 在青春大禮當中 讓我們這個講座能夠做舞細節 祝大家能夠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大家 謝謝 期待再相會